前两天,山西建修一个贫困家庭的男孩被逼着吃食,边吃边干呕,霸凌者在旁边喊他想吐出来咽下去,不知受了什么威胁,小男孩求饶不不不,不用,我吃,被迫吞下去,视频广为流传,小男孩精神也不正常了。 警方介入,本着和谐社会,矛盾双方,因相向而行的态度,以4.5万元达成和解。 吃食怎么能和解呢?书可忍使不可忍,有新闻媒体就义愤填膺要求警方解释和解过程,我许久未见,媒体站出来,让警方做出解释这么幼稚的行为了。 你以为还是大清啊?阳乃无语小白菜遭遇冤情,申报拍案而起,资本馆访得底稿,因在路供重览,以表其冤。 估计警方也一脸猛逼,在一个连真正意义的新闻都没有的地方,你他妈要啥自行车? 所以,为天下穷孩子择业的张雪峰老师说得很对,别报新闻戏。 成千上万孩子吃了三句情案,郭丽为女儿上访维权,被判五年,最终妻离子散这种人间悲剧,都风轻云淡,被人忘掉。 吃屎这么一件小事,还好意思摆上台面。 谁没吃过屎呢?你不吃屎,能长这么大? 忍一忍就过去了,实在忍不下去,就在加一驼食。 勾剑说,大王,您的食苦中带酸,应该是古物吃得太多,不妨是,过两天就好。 夫插看着勾剑扒击着嘴,还认真准着纸上残余的食,很开心。 他知道对方怂了。 勾剑也很开心,他知道对方大意了。 待重返越国,卧薪尝胆,勾剑终于一血前耻,大败无国,逼夫插自尽,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,并翻脸不认人,杀掉功臣文种。 子曰,吃得始终时,方为人上人。 中华凡百世代人,就这样津津有味,扒击着嘴,在把勾剑当励志人物的理念下,熏陶成长着,握心尝胆。 这么脏的词,被一代又一代的青年,当成座有名,好比每个孩子客桌上供着一个屎盆子。 所以,上下三千六百多年的中国教育史,就是一场绝逐吃屎的比赛史。 不要输在起跑线,不要输在吃屎的赛道。 这两天,以指导天下穷孩子填报八股专业为己任的张学峰老师被病倒。 这让极待张老师制定人生赛道战术的家长们很焦急,愤愤不平。 张老师对孩子们,其实是对家长们激情四射,设身处地,入脑入心的的演讲。 让那些想让孩子们少走弯路,甚至弯道超车,为什么又是弯道超车,改变命运的家长们,有一种佛家当头棒鹤,毛色顿开,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。 张老师是六祖慧能,是时代良心。张老师帮普通人说话,得罪了高层B集团。 我见过最感人的说法是,张学峰当了一回谭四同,消费确实降级了。 连鸡汤导师都成了谭四同。 我对张老师没啥恶感甚至无感,但你是不是不知道,谭四同他爹是湖北巡抚,兼属胡广总督,妥妥关二代的谭四同, 并不叫屌丝们如何巧妙通过科举弯道超车进入大清体制,改写个人命运,而是在菜市口流血断头,也要破除大清该死的体制。 这才叫良心。 说实话,张学峰老师不要去保,专业而要去保,专业这个专业才会给你带来稳定收入,那个专业才少走弯路,少受欺负。 属于那种听上去不明觉历,实际上没太多成功粒子之称的鸡汤导师,虽然比喻单款鸡汤显得更接地气,究其实质还是机场成功学的一个变种。 当年有多少人听机场成功学课程,现在就有多少人听张老师人生赛道弯道超车。 这个国家,老年人爱吃保健品,年轻人爱听成功学。 人们对医疗体系不信任,产生了老年保健品,对教育体系的不信任,产生了张老师。 人生赛道,张老师只是换一种方式让孩子们吃食,食食一点不少吃的,最多用苦胆压一下行为。 张老师最煽情的就是动员孩子考工,先不说公务员考题下面四种珍珠,哪一种最珍贵普洱茶,为什么叫普洱茶铁锅用什么铁制成企鹅,能否活在赤道多么无聊雷人。 如果一个社会良心帮孩子改变命运的终极杀招是考工是记录体制,逻辑的多混乱,这其实就是教孩子如何尽量自己少吃食后,再让别人吃食。 我看到一些文章写得很好,比如张雪峰不是教孩子们如何改变社会,而是屈从社会。 还有一篇没查到作者的文章,引用了亚当斯密说的中国人不缺乏智慧,但那些智慧都是为了满足生存的,是动物性的,跟精神层次的东西无关。 这些老师还是不了解当下某些国人为了玻璃新闻,特别著名是某些,他们并不需要精神层面,他们认为精神病才去追求精神层面,只要有钱赚,再脏,只要能让别人更脏,就能心理补偿,甚至还从吃食中寻出了美感。 我的意思是,相当厚道的,逼泽时代,不是不可以屈从,不可以吃食,但你得知道这是权宜之计,是哈着腰在吃食。 但如果你成天巴基嘴吃食还逢人便拉过来点赞了你看,老子有没有吃出米其林三星的风范,这就太讨厌了。 其实精致投机主义者也没啥问题,问题在于,当内卷严重到神州大地,奔持着八十万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卖员,学和物理的去接到当的城管。 你真以为自己有能力精致投机的穿着鲨鱼皮,一路游过粪坑,成为成功上岸的那一个?吹牛逼呢? 无论张老师怎么帮你精心设计人生,工商税务央起那些好岗位,北关二代,富二代,红三代站得牢牢的,哪轮得上你个屌丝,没听说现在好的职位,就像艾滋病一样,只能通过母婴,血液,性交传播了。 所以,无论你考上985,211还是考工成功,安受你的世袭,大明朝军户这苦差事是世袭,我朝群众,这苦逼角色也是世袭,屌丝连逆席至康师傅泡面,不也瞬间灰飞烟灭了。 常看到一些小镇做题家,感恩高考,改变了个人命运,也许改变了些许生活质量,但会做题的,永远战胜不了会投胎的。 更多的小镇做题家是,过去在村里被村长欺负,现在换到城里,被主管欺负,换成上街骑个电动车,被城管欺负,换成疫情来了,被楼长欺负。 你从未改变命运,你只是改变了史的烹饪方式。 我问一个公务员爸爸,为什么要让孩子考公务员,打总比端盘子当服务员好吧? 我问处长加菜,你不敢转桌子,还赶紧帮他调整好菜口,跟端盘子的服务员有什么区别,答至少我是坐着的。 我处长举杯你,赶紧站起来干了,跟夜场陪酒的,有什么区别,答至少我是有科技待遇的。 我一个有科技待遇的端盘子,见夜场陪酒的服务员。 领导让你加班,你敢说去你妈的,老子不干了。 答去你他妈的,少这么偏激。 看,当了公务员,只是拥有了像我说去你妈的权利。 张老师说得很好,自由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。 但鼓吹考工的张老师,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 不说张老师,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,中国史不过是君王覆灭,王朝更迭的重负史。 中国也没有教育史,中国只有各种八股,考工的循环史。 黑格尔说这句话时正是道光皇帝时期,皇帝正忙着亲自出冷屁考题。 道光五年,他出的考题是,或起吸烟。 比如很简单,因为正是夏立已有年,或起吸烟隐含已有二字。 你看,这他妈是考题,还是变态拆子游戏。 然而,至今考题并没有变。 例子自己举。 随唐开科,李世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,看着考生们徐须进入, 府长大悦天下英雄进入购中。 购的意思就是,圈套、牢笼,再后来就是范靖, 再后来就是天文山不堪重负跳下去的四名青年, 是广州不堪重负就烧坦自杀的三名青年, 是天津七个学生不堪重负七连跳。 他们生前,没少被这个世界强迫吃食。 记住,很多人以为自己吃食会吃成月王勾剑, 其实你怎么吃食都只是被霸凌的戒修小男孩。 戒修小男孩精神出了问题, 歌手李文也因为长期抑郁症离开人间。 刚看到崔永元在朋友圈诉说, 前段时间他几次想飞上天堂, 我告诉他没事,这里是最大的精神病院, 我们都是病友。 无论年少懵懂,才华横溢,还是顽强死杠, 大家都想通过个人奋斗, 却改变不了吃食, 吃着吃着食,就都成了精神病。 中科院院士陆林说, 疫情三年,新增七千万抑郁症, 九千万焦虑症, 数亿人出现失眠障碍, 这种影响将持续至少二十年。 我查了一下,这个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员最新统计的人数, 九千八百零四点一万。 为此我忧心忡忡, 接后党员同志的工作负担更重了, 就又要公务员扩编了, 公务员增多, 交的税也就更多了, 由此抑郁症患者必然更多了。 当然, 最后蔓延到十四亿人都患上抑郁症的话, 也就无所谓个人命运, 精神病院的命运就是你个人的命运, 慢慢地终于修成了命运共同体。 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常摆着一张苦瓜脸说, 道理我们也懂, 但我们没能力改变社会, 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吧。 其实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改变社会, 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也挺高尚的, 但前提得在一个正常社会, 比如马斯克、扎克伯格, 但如果你在朝鲜, 还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。 在这个热爱足球的国家, 踢球倒是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, 只是这个梗说得很清楚了, 踢得好可以见到金正恩, 踢不好就可以去见金日成。 还有就是, 上面那篇文章提到动上层的利益, 蠕动了他的性命, 动底层人的观念, 蠕动他的祖闻。 不不不, 这位作者老师还是太善良了, 我并不认为有些国人是观念问题,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, 怎么得到, 怎么把使色到对手嘴里去。 他们不是侥幸心理, 他们就是鸡贼。 所以, 改变观念的从来都不是观念, 改变观念的只有铁拳。 那些大白都上天台讨薪了, 那些事业编剧牌讨薪的会越来越多。 120万地方城投债重压下, 江浙的公务员都降薪了, 等吧, 更多更狠的铁拳落下来。 何况还有很多善良政治的人, 他们是真正爱自己的孩子, 他们付出很多努力, 带孩子离开粪坑, 这让人敬佩。 实在如果没条件, 就让孩子在国内学一门手艺, 千万别考工, 千万别让孩子背行策, 深论。 至少少一个公务员, 屌丝们少交一份税, 少交税, 就少得抑郁症。 如果还不行, 大家就带着孩子在粪坑里继续修炼吧, 讲个笑话。 苍蝇妈妈生下小苍蝇后, 就天天在厕所里吃粪便。 有一天, 苍蝇妈妈终于带着小苍蝇飞到花园去吃一坨牛粪。 小苍蝇第一次看到, 四周鲜花盛开, 芬芳扑鼻, 无数的蜜蜂们阴阴地踩着蜜, 感慨万分, 好奇地问妈妈, 他们在干嘛? 妈妈说, 他们在吃饭。 小苍蝇问, 世界这么美好,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屎呢? 苍蝇妈妈, 虚, 小孩子要懂礼貌,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。 小孩子要做 Sayonara, 请不吝点赞, 粉丝不变相关的关系, 就から准备打算出品。 似乎请不吝点赞, 小小时之间, 既然不会诬略上习近平落。 也能感谢勝利的。 不要整个正面一位随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是为了一日子。 从几个正面之地的时候, 做了一个好几个 Оп复的席路, 问题还没有放开, 感谢观看